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乒乓少女大逆袭MIX 由石川纯一导演 欣云杰一和英泰双主演 看海报就知道 这是一部相当可爱的励志喜剧 拥有正宗的日式喜剧节奏 同时又有特色的放入了一些 会让人感到温暖的情节 这个故事在讲一位 因为小时候受到妈妈地狱式的训练 而从此就怨恨乒乓球的一个主角 多蠻子 在长大之后 不得不又回到家乡 重新拾起桌球拍 在主角多蠻子 也就是新元节一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段 失恋之后要重新站起来的故事 而在另外一位主角 英泰的身上 则也是一段 失忆的人生要重新出发的故事 看起来这部电影 只是很简单的在讲 再出发这个主题 但是扩大到和主角 一起打桌球的那些队友们 还有那一对开中华餐馆的 中国人 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转念 一个过去多么不好的回忆 只要转念 都有可能成为你未来正面的帮助 也像是一部电视剧 《长假》当中的名言一样 人总有不顺利或者疲惫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上天赐给我们的假期 用这样子的哲学去面对你现在的困境 或许这样子的转念 才有可能对你未来的人生做出逆袭 星元节一的角色 在剧中常常讲 他只是想要一个平凡的幸福人生而已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会了解 就算是一个简单平凡的幸福人生 也是需要我们不退后的去争取的 需要很大的勇气 原文的片名是mix 指的就是桌球当中的男女混合双打项目 这种搭档的双打 相当考验男女之间的默契 还有契合度 所以这部片相当有趣的 他也会讲到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 两个人之间要能真实的做自己 又能配合对方 就必须理解真正的对方而做出搭配来 乒乓少女大逆袭 不仅是一部让人精神振奋的励志喜剧 更在很多地方放进了这些人生的小道理 也有很多莫名的搞笑桥段 像是去找一些奇怪的人 或者是小朋友比赛啊 也有一些感人的秘密在他们角色的身上 星元节一相当称职的喜剧演出 在看过月星矫期之后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知道 观众想要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的演员 他的每一次耍宝都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重 而英太则是相当认真实在地演出了这个角色 让两个人之间的搭配不会太浮夸 但因此在角色的限制上 他的光芒就比不上星元节一了 配角们则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 每一个配角都有相当的加分作用 小日向文是 一直骂人的苍景忧 饰演反派的永野衙韵 还有烂成红头发的广莫良子 这部轻松好看 看完之后会让你全身舒畅的日本电影 在不爆雷的情况下 我就不讲整部电影 唯一让人生气而不喜欢的一幕戏了 节奏掌控得很好 一点都不闷 演员打足球的画面也看起来相当的有架势 最后的高潮戏也非常的好看 是一部很棒的娱乐片 只要你不讨厌星元节一的话 我都会推荐你这部电影 让你可以拥有一个相当愉快的看片时光 乒乓少女大逆袭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影片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并且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若碧频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